外表是一九六零年代經典的跑車 Golden Keeble 但打開引擎蓋 卻是改裝過的電動馬達和電池組 不是傳統引擎 這款車全世界只生產了九十九輛 已經非常稀少了 而這唯一的電動車版本 被放在古董車的展場上 吸引了許多愛車人士的注意 為了改善空氣污染 英國倫敦 獨步全球在市中心的超低碳排放區 嚴格取締汽機車廢棄排放 從四月八號開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四小時 只要進入低碳區 就得符合公布的限制 否則每天都必須繳納十二點五英鎊 折合約五百元臺幣的空污費 科比說會吸引年輕一輩 對古董車產生好奇與熱愛 應該與電動馬達有關 因為電動車的行駛速度 比古董車快很多 而且改裝後的內部原理 也比傳統車更讓人容易理解 更重要的是行駛在路上 不會被收取空污費 另一款古董車 內裝也被改裝成電動車 除了精英以外 由零加速到九十六公里 只要六點五秒 而一輛古董車改裝成電動車的價格 可能從一百二十五英鎊 到十五萬英鎊 約五千元臺幣到六百萬元臺幣左右 但對於很多古董車的愛好者來說 排氣聲和駕駛的體驗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雖然電動車是現在跟未來的趨勢 但大多數的古董車車主認為 改裝成電動車是一種罪過 他們說除非這個世界上 再也沒有任何國家會提供汽油 到那時他們才會考慮改裝成電動車 公視新聞 沈陸沛編譯